第三 这个偶一大师教我们要深信什么 要信佛徒 佛徒是指 实实在在你要深信有阿弥陀佛 实实在在你要深信有西方极的世界 而在西方极的世界 今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度众生 那偶一大师为什么要我们强调这一个呢 如果你从这一段来看 大家有没有去思维 为什么偶一大师要强调这一点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让我们要去了解 西方极的世界之乐 而说佛世界之苦 教我们去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话 你今天念佛 那种对于西方极的世界 那种求生净土那个心态 力道 就非常 所以尊敬的 过去我们看到阴光大师 为什么 那种求生净土的社会 常常劝导我们 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西方极的世界之乐 而说佛世界之苦 搞清楚 搞了解 明白了 万修 你就万能去了 今天我们有没有真的搞清楚搞明白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会看得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在弥陀经 我们看下面 在阿弥陀经当中 看下面 释迦牟尼佛 一开始就告诉长老圣利弗 怎么说呢 你看 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明月极乐 其图有佛后阿弥陀经 现在说法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一生讲了四十九年 从来没有讲过到这种的程度 你看连续为我们讲了两个有字 而且在这一部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也连续的四次都劝导我们 那苦口活心 让我们末法这个时代 能够更加肯定 为我们更加肯定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从这一段经文 最主要有三件事要来提醒我们 我们来看 下面的那一章 特别是在以末法众生 这个法若谋强 所以第一个的就是要告诉我们 有世界明月极乐 下面的那一章 有世界明月极乐 是为我们说明什么 是讲一报庄严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 为大家来宣讲这一部五量寿经 因为五量寿经 都是说明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 为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庄严 劝导我们 你这一生你必须要发生 你一定要发愿 九生净土 所以在为我们说明 观五量寿佛经 观五量寿佛经 最主要是为我们讲理论 讲方法 要如何来念佛 要怎么样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才能够达到 释迦牟尼佛以死方诸佛如来的 而所愿望的 那 极乐世界一报庄严 我们就不用去解释 大家去看看五量寿经 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如何了解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你对五量寿经不熟 你就对阿弥陀佛不熟了 你想要了解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首先你要去了解这一部无量寿经 你没有去了解它 你是没办法了解 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置疑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强调什么呢 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 有一个世界叫做什么呢 叫做极乐 就是让我们要去注意啊 佛讲这一个有字 是非常肯定 让我们丝毫怀疑 或补神 谁来为我们肯定 释迦牟尼佛啊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肯定 连死方一切诸佛如来都站出来了 来为我们肯定 说真的有西方极乐的事情 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再胡说乱想 你听话就对了 所以 所以啊 我们学佛的人啊 最麻烦都是这一件事 不听话 你不听话也没办法呀 释迦牟尼佛已经苦口婆心 告诉你有 你拼命跟他说没有 释迦牟尼佛明明说 已经有西方极乐的世界 有阿弥陀佛 你拼命跟他说你在哪里啊 我都没有看得到啊 释迦牟尼佛已经没有告诉我们 过十万亿佛土 你看哦 过十万亿佛土 有这个世界 你看现在科学家将近一百年了 发现了这些星球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2500年前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 现在科学家一步一步的为佛陀证明了 最后啊 科学家跟你说 不同在一个空间 确实真的有一个世界 你将来会看得到的 但是现在的人没办法呀 毛病太多了 跟你说有 你说平平说没有 跟你说没有 你平平说 有啊 就是这样 常常把这个真当作假 假当作真的 所以我有一个好处啊 老师怎么说 我一丝好 华语都没有 我相信 真的我相信 最尊敬的 最统修道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明白 那不简简 那我们看到第一 那看第二是什么呢 明了 描助 这么 我 我